台湾是台湾人民的台湾啦 中国国民党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看出去了啦 这个节目是 各位网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民进党他们在议场里面 其实他们不是来讨论条文的 他们是来散播假讯息的 他们从一开始打的 什么反黑箱 黑箱在哪里啊 所有的东西公开透明 大家都看得到 然后到后来反集权 我们所提出来的条文 跟以前民进党在推国会改革的条文比起来 那个是小物件大乎 大家真的要去看一看民进党 以前他们自己所提出来的条文 你如果说是以柯建民老柯提的 拒绝陈述就有刑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说谎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且柯建民的版本是没有限于官员 一般的人民都一样 民进党掌握权力了以后 丧失了理想 只希望弱化国会 让国会没有能力去监督他们 这才是民进党 他们在这一次阻碍国会改革 真正的用意 今天晚上有一些民进党 他们的委员在上面针对条文发言的时候 所发表各式各样的假讯息 这个事情就必须要予以正式 好现在我们在讨论的是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增订第46条之一 发言委员是吴炳锐 这个吴炳锐委员是当过法官的 第46条之一 调查委员会的成员由立法院各党团 依照其在院会席次的比例推判 是实际的状况改判 调查专案小组的成员由各该委员会的委员推判 调查委员会及调查专案小组 因色召集的艺人 由所属的成员互选制 这个立法院可以对人跟对机关 做行政处分除以行政罚还 如果立法院要做唯一一个 一个做行政处分的机关 那应该要接受宿院呢 立法院有听过有宿院委员会吗 立法院没有罚还的收入 要有预算的编列 立法院也没有这样的预算科目 今天修这个法律 民国113年创立法院的先例 他发言的内容 看要看得出来 跟46条之一 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说 而立法院可以科处罚还吗 我觉得吴秉睿委员 他可能是搞政治搞太久 都没有在念书 我们在审查国会改革法案 讲到调查权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知道 要看大法官试制585号 立法院调查权行使的方式 不以要求有关机关 就立法院行使职权 所设的事项提供参考资料 或向有关机关调阅文件 原本的文件调阅权为限 必要的时候可以什么 经过院会决议 要求与调查事项 相关的人民或政府人员 陈述意见或表示意见 并得对违反协助调查义务的 于科处罚还的范围内 施以合理的强制手段 奇怪了 大法官20年前就讲了 怎么吴秉瑞大立委当过法官的 累隔20年 不知道4-585里面在讲什么 第二个 他说那科处罚还的话 那立法院里面要设宿院委员会吗 我先给各位网友一个基本概念 对行政处分 你如果要争执的话 原则上我们采取宿院前置主义 也就是你要先宿院 宿院不服 那你才能去打行政诉准 但问题是 在行政机关 只要是独立委员会 譬如说像NCC 譬如说像公平交易委员会 他们所做的处分不用诉准 是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准 如果在行政机关内部 这些独立机关都可以不用走诉准 直接去行政诉准 那立法院所科处的罚还 你如果不服的话 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行政诉准 到底有什么问题 第三点 他说立法院里面就没有罚还 这个会计科目啊 怎么会可以科处罚还呢 立法院主管 税入来源 别预算表 就有罚款啊 是有这个会计科目没有错啊 吴秉瑞你到底在说什么 那当然嘛 要去了解这些具体的内容跟细节 会比较花时间 也会比较花脑袋 但我希望 我跟各位网友相处的方式 我不是带着大家一天到晚 在我直播喊口号 台湾是台湾人民的台湾啦 中国国民党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掛出去啦 我其实可以跟大家 这样喊口号喊两个小时 可是大家不会觉得很无聊吗 应该大家还是喜欢 讨论实质的东西嘛 好 未来通过之后 立法院只要多数的决议 就可以要求人民 来到立法院来调查 来说明 你如果不来调查 十万罚还 连续罚 罚到你来为止 如果你不愿意提供资料 十万连续罚 罚到你提供为止 如果你不愿意说明 你沉默 你不表达 十万连续罚 罚到你说为止 更何况 接下来通过之后 如果没有组长下来的话 还会有刑法的 藐视国会罪 未来 所有的公务员 不只只有政务官 只要你被立法院的多数 认为你藐视国会 你就会被判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完全在散播假讯息 来来来来 我带大家看一下 出席人员 有下列情况之一 可以拒绝证言 涉及国家安全 国防及外交的 国家机密事项 逾越听证会调查的目的 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可以拒绝证言的事项 涉及受法律 民定保护的 个人隐私及其他秘密事项 你有没有拒绝证言权 有啊 为什么那个内容 在国会殿堂上面讲说 没有接默权 你有看法条吗 然后他讲的更离谱是说 他说只要多数的立委 认为你有蔑视国会的行为 就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真的是造谣无极限 来看一下 公务员于立法院听证 或受质询时 就其所知的重要关系事项 为虚伪陈述 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20万元以下法刑 这我老实跟大家讲 这个条文定得很温和 你知道在美国国会说谎 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德国的调查委员会说谎 三个月以下 五年以下 我们定的是什么 只有官员 只有公务员 没有任何其他人 而且不是说什么 被多数的人认为藐视国会 你不要再用 你们的话术去欺骗人民 好不好 被定罪的 当然是法院审判啊 怎么会是立法院来定罪 藐视国会罪 要检察官起诉耶 法院审判耶 才会被定罪耶 要不然我们怎么会把它放在刑法里 再来 你有没有看到立法院职权行司法 增定59条知识 发言立委王定宇 我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受邀出席的政府人员 或与调查事件相关的社会上有关系人士 必要的时候经主席同意 得由律师相关专业人员 或其他辅佐人在场协助 这个是59条知识条文的规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参加询问程序或听证程序 要找律师坐在旁边陪同 都要由立委主席同意才可以 不能保持接默 不能拒绝回答 不能不提供资料 否则由立委表决来决定罚缓 或者处罚或者送去 最高一年期的有期徒刑 连犯刑罚的杀人犯 都能够请律师来国会作证的人 律师进来要立委 当主席的立委同意才可以 甚至于连反咨询的定义 吴宗宪委员答不出来 黄国昌委员说以后主席决定 讲到为君子 我就想到金庸小说 笑傲江湖里面的岳不群 你法条好好讲 你讲金庸小说 我还勉强听一听 你法条根本从头大尾胡说八道 他说受邀出席的政府人员 或与调查事件相关的必要的时候 要主席同意才可以请律师 我们那个杀人犯 被告都可以请律师 为什么到国会来的时候 要主席同意才可以请律师 我只有个最简单的问题 王定宇委员 你到法院去作证的时候 可以带律师吗 不行 我们现在国会改革的法案 让你在必要的时候 主席同意可以请律师 已经比在司法程序 给的程序保障还要更优渥 第二个 你在诉讼程序上面 要带其他专业的人 当你的辅佐人 要审判长同意 59条之事 这样子的条文规定 请问你到底是有什么问题 而且我老实跟你讲 59条之事 这个内容一模一样的条文 我们就出现在民主进步党 林嘉隆2012年的版本 最后我要讲一件事 民进党在那边破口大骂 说我们给人家律师的权利 还要主席同意 那我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请问在民主进步党的再修正同意 有没有任何一条提到律师的权利 没有 你是在骂你自己 还是在骂我们 我真的每一个民进党的立委 上去挑全部都要拖出来讲 我跟你们讲 你们听完会吐血啦 但昨天我接到我一个好朋友的电话 他希望能够来上我的直播 破除假讯息 很荣幸邀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 周献兄跟各位网友打声招呼 大家好 最近民进党的人一直在攻他 说他创造了一个概念 叫做反直群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在2014年5月7号的时候 那林委员您要不要针对我的报告提问呢 主席我严重的抗议 我很少在立法院 针对一个政务官讲这样中的话 我要执询的东西 当然跟美国交易有关啊 你怎么可以反直询 行政部门可以对立法委员反直询吗 不会啊 这个概念一点都不行啊 你们以前民进党自己在野的时候 不就是抗议吗 政府的政务官反直询吗 但我要让你看 斜寻过去的公民团体 这些阁员他们在所谓执询的互动里面 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甚至包含反直询的 反直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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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宏林我认识 2012年的时候 我们怎么一起在推动国会改革 在推动国会听证调查制度 当年的公督盟是说在立法院公听会说谎 就要苛责哦 还不是听证会哦 结果今年的公督盟变成了什么形状了 我从司法圈到这里我实在是不太适应 我觉得这边的人 比我以前办的那些坏人还坏 他们至少还有讲一点点道理 这边的是可以 昨天跟今天可以讲不一样的话 来讲正题 那第一个就是沈柏黄的那一张图 其实质询权跟调查权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不能混在一起乱扯一通啊 人民不会到立法院接受质询 质询是针对的是官员 这个部分请大家放心 所以对于执行权的相关罚则也不会让人民去承担 范云说会去查土丰五色 胡扯已经到蛮极致了 其实我跟你讲 你只要不要说小吃店买快筛 超市买了几亿的鸡蛋 这个状况下才有可能立法院会去调查 与公益无关的事项 根本不会查 那我再跟各位报告一件事 其实院会所成立的调查委员会 他是非常严格的 他必须要院会同意 再来里面的成员 他是依据政党的比例去组成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 更不存在说 你今天你只要得罪哪一个立委 他就开始调查你 这个说法都是民进党的这些立委 在明知道法条不是这样规范的情况下 却胡烂鬼扯 还有像59条之五 对于国家安全或国防机密 你本来就可以拒绝阵言 那52条也有提到 相关的人等都有保密的义务 所以条文清清楚楚根本不存在说 哇什么你这个调查权可以集余部队 哇那明天这个调查报告就在习近平的桌上 这是什么鬼话 而且可以调查部队 这林嘉隆的提案 这不是国民党或民众党发明的 真的有够瞎的 最后就是林俊宪他有说过 就是民众将来会被罚到破产 然后逼企业交出商业机密 我想跟各位报告 反咨询的处罚也只有官员才有 民众不可能有 今天就算有任何有可能处罚 他还是要经过院会同意 他不是说一个立委 或三五个立委就可以决定的 大家都不要被骗 我们每个人都很爱 只是我们的政治理念不一样 但是至少我跟国昌这边 我们两个给大家的资讯 绝对是正确 我们不会玩假的 非常感谢钟仙兄 来上我们的节目当特别来宾 有空再过来这边找你玩 随时欢迎 随时欢迎 OK 谢谢 拜拜